之前有个客人问我 你会不会去参加一些职务展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在疫情前 我开过一个公司 那个时候我想做的一个项目 就是做会展 为什么会想做会展呢 首先我是在英国念大学的 然后我有些同学 是在英国学的专业 就是会展专业 2013年离开英国之后呢 朋友在会展公司上班 上了四五年班 某一天他就跟我说 他说其实我们也可以 自己去做一个会展的公司 然后做一些会展 但是我不是很懂会展 我就跟他聊了很久 这个会展怎么做 会展可以做成什么样子 甚至2018年的时候 我还跟他跑了一次东京 因为那个时候 他在东京做了一个会展 这个是什么 我就发现会展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行业 首先做会展是可以让我环游全世界的 可以在日本办展 也可以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办展览 其次呢 做会展你是可以认识到非常多有趣的人 这个是我当时很想做的一个事业 那个时候在上海开了公司要去做 我真的还是对会展行业很了解的 甚至我的起点就是要去日本开展览 我没有想过要让自己去参加别人的职务展的原因 是因为我自己是要做一个非常厉害的展览 当然这是未来 现在还不行 当我们聊到CES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拉斯维加斯 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消费电子展 那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当我们说到绝类的时候 让大家能够想到青脉 因为绝类来到青脉 又或者是让本来不了解绝类的人 来到青脉之后去了解绝类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讲过这个概念 但是很多人好像不法理解这个青脉和绝类的关系 那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去过巴塞罗那旅游 当我们去到巴塞罗那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惊叹于高迪的建筑 高迪是个非常伟大的建筑师 它在巴塞罗那有很多漂亮的建筑 它的建筑是用那个彩色玻璃 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了 当你去巴塞罗那的时候 你会去看到很多高迪的建筑 甚至很多人就是为了看高迪的建筑 去去到巴塞罗那 比如巴塞罗那的圣家堂 米兰之家 反正十多个地方 要把青脉打造成一个绝类城市 其实也是这样子做 当然这是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去营造一个又一个的地标建筑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